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就音次的觀點 說明了小白角的這個單擺周期 就是說這個單擺這樣擺動 單擺周期的PR 還有擺錘質量 擺錘質量是m 還有擺長是l 還有重力交渦度 重力交渦度是g 它們之間的關係 我們音次分析一下 這個重力交渦度 重力交渦度的話 它的音次是公尺每秒 就是長度出於什麼 出於時間的平方 Lt平方 這個它的音次就是l 長度 這個質量 它的音次就是m 這是t t 所以呢 t 這個 只跟l 跟t有關 所以的話 如何湊成這個東西 就是你l 除以多少 這個g 對應到哪裡呢 對應到這個l 除以多少呢 l除以那個t平方 你現在要算t嘛 所以是t平方 對應到多少 應該是 講成是乘正比 對應到哪裡呢 t平方對應到哪裡呢 對應到z分之l 然後兩邊開根號 所以t的話 它會跟呢 根號 z分之l乘正比 那我們根據這個音次分析完以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實驗了 開始做實驗的話 然後我可以求助它的比例長數來 做實驗測到它的比例長數 這個比例長數 大概是 就是那個2π 所以你如果做實驗的話 這個比例長數大概是 3.14 3.14 你把它乘以2的話 是6.28 6.28 你再給它做一下實驗以後 這可以得到呢 這個公司 這個就是音次分析 它的一個呢 非常這個厲害的地方 音次分析 用這種方法的話 我們在工程上的話呢 可以建議一些什麼物理量的資源 所以答案是這個 所以答案是這個 週起的話 它會跟什麼 跟擺長出於焦度 開根號成真比 做到不行 就要來打擺 用來打擺 來打擺 好